在台湾的原住民约有16族 总人口数大概在55万左右 而赛亚族只占了其中的6000多人 今天我们来到了台湾南庄 在向天湖畔有一座赛亚族的民俗文物馆 今天我们就从这里来了解赛亚族的文化 历史故事 国贤高 是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这个符号就是佛教里面的万字 不是 不是 其实就是因为以前赛亚族以前的生活比较幸福 然后早期都是以渔猎为主 那天上的雷神看了之后非常的不忍 就派他的女儿雷女下凡带着葫芦装着小米种子 就下嫁来到凡间嫁给赛亚族的族人 也就是让他们从渔猎社会改变成农业社会的一个开端 因为赛亚族人以前不会重点 他们都是以守猎跟做二大鱼为主 对 没错 可是总之不是有完全美好故事的结局 因为雷女他本身有一个障碍 有一个禁忌 什么样的禁忌 就是他不可以碰到锅子 所以他的公公就误会他觉得他在偷懒 不是一个好媳妇 所以就有一次逼他一定一定要下厨 一碰到之后他就戍下变成两道闪电 以及留下一棵芭蕉树 他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符号就是两个闪电打在一起 对 这样的标志 就是为了纪念雷女带给他们 从渔猎社会变成农业社会的开端 谢谢他 所以纪念他 这样的 来参观赛下族民俗文物馆 绝对是能最快认识赛下文化的方式 而我们当然也要趁现在 先认识一下最能代表赛下族的巴斯达爱 这个就是巴斯达爱里面的五帽 而且相传这个在他们早期的时候 其实是戴在头上的 这么大戴在头上 因为早期它不是那么大 因为早期它是用木头跟竹子做 但它做比较小 就像我们现在戴的帽子一样 可能再大一点点 那那个随着历史的转变 进化 所以他们这个五帽他们也进化了 然后现在改用这个布料加上去 然后越做越大 然后越做越重 那当然一重一大 因为戴不下 所以现在就是用 扛在肩上 扛在肩上 而且在那个祭典前的时候 各家都会准备属于自己的五帽 就是代表每一个家的旗帜的概念 对 从五帽变成一个大旗帜 但是设下族的人还是称它为五帽 哇 真的好多东西可以了解